作为演员的陈妍希 有两部对她非常重要的作品 一部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影片中 陈妍希饰演的沈佳怡 几乎代表了那个年代 宅男们爱而不得的女神形象 成绩优异 清纯甜美 28岁的陈妍希 一炮而红 电影上映以后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各种采访中 记者都会问陈妍希一个重要的问题 影片中的你青涩单纯 被称之为初恋女神 那你谈过恋爱吗 陈妍希露出了招牌式的笑容 羞涩地答道 我没有谈过恋爱 谁知道没几年 就被扒出复杂的情史 陈妍希的国民初恋形象 她的是一塌糊涂 连她和陈晓的婚姻 都一似受到了影响 风口浪尖上 风中由躲雨做的云上映了 那是陈妍希第二部比较重要的作品 她在影片中演连阿云 一个风雨万千 为爱飞蛾扑火的歌女 为了帮爱人的公司拿到更多项目 整日周旋于各方之间 最后落得个下落不明 陈妍希演得很出彩 即使面对秦浩 张颂文等大咖 也毫不逊色 她凭借着好演技 逆转了口碑 只不过也有人说 陈妍希能演得好 是因为她身上 就有连阿云的影子 电影《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上映于2010年的夏天 29岁的陈妍希 成为了国民初恋 作为女主的她 还提名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拿下了全球华语榜中榜港台最佳电影女演员 以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受瞩目表现奖 往后的两年 陈妍希都转于两岸三地 凭借着沈嘉宜的热度 赚了不少块钱 不过赚快钱的同时 陈妍希还接了两部大制作 一部是搭档李连杰文章的电影《不二神探》 另一部则是余正的《神雕侠侣》 两部戏 可以说对陈妍希的人生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一部中 她和文章在剧组的暧昧照片 让她备受质疑 至于第二部 则让她结识了陈晓 陈晓也是余正捧起来的艺人 她确实喜欢演戏 甚至不惜向余正毛遂自荐 可她又有一个缺点 据说2012年 余正筹拍《公所珠连》 赶上陈晓和女朋友闹分手 恋爱恼的她 直接失联了好几个月 最后再回来重要角色都没了 她只好出演了《十九阿哥》 按理说遇到这样的事 以余正的性格 怎么着也会在社交平台上曝光她 可余正没有 一方面是陈晓是她的艺人 余正不管怎么说 对自己的艺人还是不错的 最重要的是陈晓形象演技都不错 继冯绍峰和盛明初走后 余正身边能拿得出手的 也就只有她了 所以2012年 余正就开始力捧陈晓 一出手就给她安排了陆真传奇 没想到大爆 陈晓和赵丽颖 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CP 两个人的感情 一度让人信以为真 甚至2013年 赵丽颖拍摄《花千古》 陈晓去探班 还被媒体拍到过有亲密的肢体接触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两个人要水到渠成时 2014年9月 陈晓做客华少的访谈大排驾到 表示浩浩荡荡的CP 就这样结束了 但在很多人心里 两个人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后来赵丽颖冯绍峰离婚 CP粉还跑到陈晓微博下 求他们能再续前缘 只是这时的陈晓 身边已经有了陈延熙 当年于众拍《神雕侠侣》 男主定了陈晓 不知道谁演小龙女 跑去问陈晓 陈晓两眼放光地说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的陈延熙不错 于正真的请了陈延熙 遗憾的是电视剧播出 陈延熙饰演的小龙女 因为身材臃肿 脸部太过圆润 被网友戏称为 小龙包 陈晓粉丝吐槽于正乱选角 对陈晓不好 于正气不过 直接来了一句 连肆意投资的女主角 都按她喜欢的标准找 我哪里对不起谁 说起来尽管于正反复的嘴硬 可她的神雕侠侣是失败的 男女主陈晓 陈延熙没少被骂 可向来滥据出CP 尽管神雕侠侣播出后 两个人被疯狂吐槽 最不般配的小龙女杨过 结果现实生活中 陈晓和陈延熙看对了眼 据一拍完 就走到了一起 2015年 官宣恋情 2016年7月5日 两个人在北京举办了婚礼 这一年 陈延熙33岁 婚礼当天 陈晓先开面纱 吻陈延熙的画面 还成为了经典 好多人都说陈晓太会了 陈延熙一定是最幸福的人 遗憾的是这种幸福 并没有持续太久 陈延熙很快被曝光了真面目 那是2018年 尼安东和妻子闹离婚 妻子曝光 丈夫出轨了不少女艺人 其中就包括 陈延熙 陈延熙的私生活 因此引发了大众的关注 关键是她真金不住巴 和同组演员暧昧 没有边界感 都还是小事 最重要的是和陈晓结婚那一年 陈延熙还给自己的初恋男友 写了一首歌 Sorry 据说这位初恋男友 便是陈延熙 在美国读书时谈的高富帅 再往前推的话 大概是2012年 陈延熙被曝插足 柯友伦感情 据说陈延熙当时 直接当着柯友伦女友的面 和柯友伦甜蜜对唱 还赴耳说悄悄话 柯友伦女友看到 愤怒分手 陈延熙成功上位 媒体的报道中 年少的陈延熙 玩得也是相当开 甚至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网友惊奇地发现 陈延熙ins第一条动态 竟是一张B外套的图片 还被吴君如爆料 私下穿着暴露 前男友还有坐过牢的 然而一定程度上 陈延熙嘴又特别硬 一直到2017年 也就是尼安东事发前一年 参加饭局的诱惑 被问及有多少个前任 他还沈家一副题 娇羞地回答道 没有啊 老公陈小是自己的初恋 可随着过往被曝光 白月光变成了白莲花 网友们还喊话陈小 这还是你心中的白月光吗 风波之下 陈小没有回应 对于陈延熙来说 2018年是非常难熬的 各种黑料汹涌而来 彻底摧毁了他的仙女人设 好多人说自那以后 陈小眼中满满的星光 慢慢就熄灭了 熄不熄灭不好说 但他们的离婚传言 确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传得最厉害的时候 大概是2019年 两个人给人一种 形同陌路的感觉 不过这后面 关系又有所缓解 甚至陈延熙参加综艺 陈小还在社交平台为他宣传 结果没想到两个人 疑似还是没能走下去 6月19日 有狗仔铺陈小陈延熙 一去年婚姻破裂 陈小去年底 单方面向陈延熙提出离婚 说自己可以净身出户 离婚理由没说 从此之后 陈小就没有回过家 陈小还拉黑了陈延熙 换了新手机号 陈延熙想联系陈小 需要通过工作人员传话 目前这件事 还在持续发酵 两个人都没有回应 有网友因此猜测 不敢回应 可能就是默认了 真的印证了那句话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杨过和小龙女 还是没能一直爱下去